早上繽紛顏色果仁跟杏仁豆 巧克力砖 或者加油奇异果凤梨的水果冰砖 上班族下午查小确信 靠自己DIY 而且10分钟就可以搞定 现在出现这种科技的制冰盒 我们现在就倒入水看看 10分钟过后 它们各式会变成什么样子 透过缩时画面 10分钟过去了 科技制冰盒表层有了变化 好 10分钟到了 你可以看到科技的制冰盒 它已经变成了冰块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传统制冰盒 结果它还是一滩水 这种科技制冰盒 透过底层保冷剂 事前放在冷冻柜制放 之后放在常温下倒入液体 就可结冻成冰块 台湾人的创意也被其他人看中 透过募资平台 一天达到募资目标1万5千元 但设计者提醒 这样的常温结冻最多两次 遇到咖啡跟酒精就没效 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像我可以做一些像巧克力的东西 它不用 它比较快 看有没有很贵 如果基本上太贵的话 应该还是不太会想买 对 10分钟快速制冰盒 遇到对手不插电制作冰棒冰沙 而且时间更快 只要7分钟 同样也是运用底层保冷剂效果 另外一种科技植冰盒 看准的是方便性 以前冰块要掉出来 拼命敲 拼命扭 现在靠底层一个旋转钮 推一推 冰块就能掉出来 从居家生活发想 创意也成了无限双击 记得陈正茂 周一的台北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